大家好 我是瑞斯老白 马上新的一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最近这一只brother 突然特别想吃熟炸饭 然后今天找个地方 把这个草拔了 这个吃熟炸饭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2018点去新疆旅游的时候 那是10月份 在巴尼布鲁克的镇子上 那天是刚从空农草原下来 可能是饿了 在人本地型的一家餐厅里 吃了一顿熟炸饭 那个香味我到现在还记得 然后晚上又去了 结果卖完了 回来以后也吃过很多熟炸饭 但是总感觉这味道 不对或者是少点什么 但是我今天吃的这个熟炸饭呢 确实让我味觉梦回巴尼布鲁克 这餐厅就在交道口南 路边就能看见 特别好找 离这个南路骨巷也很近 这家的熟炸饭呢算隐藏菜单 垫在菜单上没写 进来直接跟服务人员点 你看这个米粒瑟瑟饱满 搭配的是羊腿肉 我都给撕下来 第一口吃下去以后啊 我心里就想 这味对了 这米饭吃起来特别入味 就是之前吃的有一些的这个熟炸饭呢 就不对劲呢 首先就是米饭 入不了味 就是很清淡 那这个呢就是吃的很鲜香 而且呢不腻 这个熟炸饭搭配的是一块羊腿肉 棒骨 上面的肉非常的丰富 而且呢吃起来非常的鲜 口味上呢是属于清淡的口味 肉质不错 我也没吃出什么山味 像这种鲜嫩的羊腿肉 直接蘸盐吃也特别好吃 而且呢在菜量上也给的很足 松上 他们家的食材用的很地道 如果呢就是大家想在北京品尝这种地道的 清真新疆风味美食 懒月斋值得推荐 喜爱烧烤的朋友更不容错过 今天是30号 更加魔幻方面的2023即将过去 也希望来年不要更易如此 也祝自己也祝大家 2024年更加热情的生活 更加容下的自主 用内在的坚强 抵御当下 以为常态的魔幻现实主义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三连 明年见